大家好 我是李大 来的人不少 我很欣慰 这个梗可能只有曹云菊老师能听懂 专门为你准备的 很开心 今天来到曹金的吐槽大会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名字还能被人收回去 起的时候也不慎重一点 这个可能观众们不太了解 说一个名字 收一个字有什么大不了的 解释一下 在演艺圈对艺人来说 名字很重要 差一个字都不行 你比如说周杰伦 如果伦字被收走了 那还能看吗 先跟我的老朋友 老朋友周杰老师打个招呼 恭喜你周杰老师 你在娱乐圈终于有朋友了 周杰老师呢 最近一直在演话剧 很了不起啊 叫北京法源寺 他扮演光绪 光绪皇帝 我觉得这个角色 跟周杰老师不太相符 周杰老师呢 在那个戏里 他也是 就跟导演反应 说光绪 这个有打戏吗 没有 动作戏 没有 那这样 当然 这八国联军来的时候 我要去留在北京 我要跟他们战斗 大家可能不知道 周杰老师呢 除了是一名出色的演员 还是一个古董收藏家 他最重要的一件藏品 就是一个 1980年出土的 曲颖的挂历 曲颖姐呢 是名模啊 当年呢 也是很漂亮 起点非常高 出道就演 有话好好说 出道就跟江文合作 现在呢 就堕落到跟曹云军合作了 这个不过也是 曲颖姐都要太难过 人 就是不是 总往高处走的 对吧 你是曹云军刚出道的时候 还跟郭德纲合作呢 对不对 不过呢 曲颖是真的跟 郭德纲老师合作过 就在去年 两个人合拍了一部电影 真的 那个曲颖姐呢 在那个电影里是 本色出演 不化妆 素颜 担当郭德纲的 提升 什么时候 曲颖呢 在这个 《有话好好说》里啊 演这个叫 安红的一个角色 有一个很著名的台词嘛 就张艺谋喊的那个 安红 恶相逆 张艺谋如果看到 现在的曲 安红 恶相四 今天的主持人 张绍刚老师 这个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主持人 张老师呢 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其实也不太懂啊 如此受网民厌恶的张绍刚老师 为什么还要上这期吐槽大会 你是不是想跟周杰和曹云金比一比 到底谁才是第一名 你跟周杰和曹云金不太一样啊 他们俩招人讨厌的是网民 对他们有误会 你呢 你是对自己有误会 这个周伟彤呢 本来就不太红 还总换名字 以前呢叫周彤 对吧 出道的时候呢 又叫周娜 不知道为什么 名字咋个事 不让用啊 也让师傅收回去了 沙宝亮 《暗香》这首歌 我上小学就听 你现在还在唱 啊 宝哥 这个花瓣都离开花朵 你咋就离不开这首破歌呢 今天的主角 曹云金 曹老师 刚才后台碰到曹老师 嗓子不太舒服 说那给你一瓶 念词啊 喝喝 曹老师说 好喝吗 好喝喝喝 甜吗 甜甜甜 喝完了吗 好 给钱吧 曹老师很生气 给钱 凭什么给你钱 你有发票吗 你能开那种 珍藏好多年 都不褪色的发票吗 曹云金呢 也挺艰难的 这么多年 早些年在北京 打拼的时候 演过两块钱 一场的相声 这也挺惨的 对吧 两块钱 我们都听那种两元店 说两块钱 你买不了吃亏 两块钱 你买不了上当 曹云金告诉你 买得了 曹老师也特别 不拿自己当外人 见到我和池子说 哎 你俩会写段子啊 帮我写个相声 我也很习 曹老师啊 你那相声 需要有人写吗 家里今年断网了 购买的笑话大全 超瓦辣 曹老师呢 还说自己总得罪人 说话太直 得罪人 是因为自己是 理科男啊 这在节目上说的 你是什么理科男 你不是相声男吗 16岁 就在郭德网老师家住着 原来他教你的 是数理化 难怪你恨他 对吧 这个有时候 有时候真的挺奇怪的 那么多人离开 等人社 为什么只有曹云金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后来想明白了 确实他离开等人社 比较难 拿着一张初中文凭 也找不着别的工作 曹老师呢 最近还出了个事 刚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电影 首映票房 16万 这个就是难怪 当时郭德网老师 找你拍电影 不给你钱了 没让你赔就不错了 曹云金老师呢 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 说相声 还是让师傅损了 那么多年 也没敢回嘴 好不容易写篇文章吧 又被网友骂 什么欺师 练左绝 这些网友 说得好 最后呢 谢谢曹云金老师 我知道曹云金老师 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 相声演员 我很期待他 今天的表现 谢谢大家 我是李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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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